1.1 講實數系統 這部分有很多專有名詞 例如自然數 我講1 2 3 4 這些叫自然數 整數應該不用我講是甚麼 分正負整數 這節最主要講的是有理數 有理數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那個數字可以寫成P除Q的形式 而P和Q是整數 我們就可以叫那個數字叫有理數 舉個例子這裡有四分一 三分之負二 這些分子分母都是整數 這些分數當然是有理數 三分三分一可以寫成這個 假分數 三分十是有理數 二可以寫成二除一 零是零除一 全部分子分母都是整數 負三是負三除一 所以這些整數都是有理數的一種 但是有兩個部分想講 第一個是有進小數 平常是0.7 0.7可以寫成十分之七 當然是一個有理數 但是循環小數是否 就是原來這些0.2 0.222 無限於二 原來我們有辦法轉成分數 今節我們會教這個主力 例如這裡 0.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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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原來可以有一個方法 幫我轉成負十一分之四 待會我們會教這個方法 如何將這些循環小數變成分數 這個過程就是這一節最重要想講的 所以這個結論就是原來這些 有進小數 或者無循環小數 都是有理數的一種 好 後面這個就會講 1.1 這是一個例子 我就索性直接拿即時連接1.1 這兩題去示範一次給你們看 第一個0.16 這個點在這裡 它的真身就是0.166666 我怎樣轉成分數呢 我首先把它切成一個未知數做X 譬如切這個問題 這個數叫X 這樣就0.1666 接著你試一下幫它乘個10 10X就自然就像小數點移一個位 變成1.666666 OK 你看看這兩個數 這兩個數 小數點後仍然是有點出入 這就不可以 所以這條比較麻煩 就要把X 除了組成10X之外 就組成100X 等同於把這個數成100倍 這個成100倍 即是把小數點移兩個位置 變成16.666666 你看看這兩個數 小數點後的東西是要一模一樣的 因為是循環的 其實6666 這裡是16.6666 其實小數點後是完全相同的 這樣就可以了 我叫這個做一式 這個做二式 一會兒就拿著這兩條數 好像做加減消源法 這樣就二式減一式 二式減一式 就是100X 左邊減左邊 就等於右邊減右邊 右邊減右邊 你留意一下 這兩個雙減 其實小數點後應該沒有了 等同於一減一減的時候 就剩下16-1 這邊計算出來就是90X 等於16-1就是15 15除90 你記得要約選 約完選之後 好數 原來就是這樣做 這個0.16666 其實就是六分一 轉的分數方法 或者轉的有理數方法 就是這樣 好示範多一條 這個是另一種循環方式 兩點的 0.123 123 那又怎樣呢 首先又是 先切它做X 0.123 123 123 這樣寫一次 這就要想 我們多配多少倍 才會數字 小數點後 仍然是123 123 123 這個模式 原來就是乘1000 為甚麼 乘1000 就是把這個數 小數點移三下 跳三下 其實1000X 等同於123 123 你留意一下 如果乘1000 之後 其實它和X 小數點後的位置 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用這兩個數 我叫一式 這個叫二式 一樣做回剛才的動作 二式減一式 二式減一式 一千 X減X 左邊減左邊 我們叫左方雙減 等於右方 右方 剛才我說了 那個關鍵點 其實就是要 令到小數點後 是一模一樣的 現在你砌這兩個數 雙減 其實一減的時候 小數點後應該沒有了 剩下就是123 減0 因為其實這兩個數雙減 我們的策略就是 一定要令到小數點後 是一樣的 導致在減的時候 小數點後的東西是沒有了 剩下123減0 這個就是999X 這邊就是123 這樣除過去 123除99 其實可以按機 按機去幫我轉做一個 若減 若減 你看回答案 就是333分之41 純粹比3 這個就是那個方法 其實這節想帶出一件事 就是 循環小數 兩條都是 原來都可以寫成分數 所以最終 其實觀念就是 想告訴你 循環小數都是有理數 這兩個都是有理數的一種 OK 好 無理數是什麼 就下面這裡就說了 無理數就是做不到剛才這個 分子分母都是整數的一個形式 就叫做無理數 有什麼例子 後面有很多 Pi 開方5 這些副開方2 它轉不到一個份數 分子分母都是整數 不要搞錯 Pi 22除7 這個不是一個準確值 這個只是一個近次參考值 所以你看到 這些數都有共通點 它叫做無理數 你發覺這個共通點 它們是不循環的 你留意一下 這裡每一個數都是沒有一個循環的規律 所以其實無理數 你看到哪些屬於無理數 就是一些不循環的小數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非循環小數 我們叫做無理數 OK 下面這個講兩個 開方的一些 成法和除法的性質 這裡我不詳細講 最後一個總結 我們剛剛講的 整個部分叫實數系統 實數 實數 大致上可以 基本上你看過的數都叫實數 那哪些是非實數呢 我們下一節一點要講 實數分為兩大類 有理無理 有理就是剛才我說的 可以化作P除Q的一些形式 P和Q是整數 這些就化不到的 有理無理 有理裡面再分整數和分數 整數裡面再分整負、0 去到這裡